7月19号上午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韩正表示 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合作的重要方面 要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 遵循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原则 为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 创造良好环境 气候变化事关人类可持续发展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 按照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愿与美方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 充分沟通交流的基础上 寻求最大公约数 推动巴厘协定深入落实 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做出新贡献 克里表示 美中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在气候变化合作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 愿与中方进行高水平的合作 推动迪拜气候大会取得积极成果